永恒之门 第671章 击杀统帅 作者 六戒三道 昏暗天下 血色战场 惨叫和吴豪声更甚雷霆轰鸣 大元权限溃败 上到大元统帅 下到真灵小兵都在一路逃 谁都不傻 鬼才愿意遭雷劈 统帅都跑了 那还打毛线 倒是有不信邪的准天境 想杀回去与击横干一场 灭了击横 雷电自烟灭 然 不信邪的都上了黄泉路 麒麟化外加一场雷电 赵云开的就是神级卦 以他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 谁进 谁遭雷劈 也便说 想杀他 得先遭雷劈 才能与之对战 怕是不等诛灭他 就先被雷电劈成灰了 并非所有人都脾操弱祸 跑 赵云冷哼 拎着百丈的龙渊 一边奔腾一边劈砍 走到哪劈到哪 也是走到哪砍到哪 被雷劈死的 被他砍死的 被他才死的 不计其数 纵有漏的也无妨 后面还有大夏赤燕军呢 他在冲锋 大夏冰江也在冲锋 这不是打仗 而是他们 在追着百万雄狮跑 此刻说百万雄狮 已然不确切 因他这一阵闹腾 俨然已不够百万之数 这一点 女帅数着呢 约莫估计 已坑杀了足有十万敌军 若麒麟化够能撑 若这场雷电够持久 他们能将大元的兵将 杀个近乎全军覆没 说到女帅 也没闲着 手握的是赵云的霸王弓 一路都在开弓射箭 先前 他很虚弱 此刻 也战役似火燃烧 只因身在麒麟力量体中 身上的伤痕血和 竟都复原了 不止如此 还有麒麟力量灌入他体内 这才有了战力 虽远不及巅峰 但瞄准小虾米 还是一灭一大片的 不是吹 他比赵云杀的都来劲 手握霸王弓 挨个点名的感觉 真太舒坦了 堂堂赤焰君统帅 打配合 都打得这般开心 本神掐指一算 有夫妻像 月神抽空回眸 一话说得颇深沉 有句话咋说的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完了 便是一声默哀 为大元默哀 百万大君牛逼啊 扎这么大的堆 看 遭雷劈了吧 得亏这不是天节 不然会更热闹 嗡 正看时 神之祝福轻颤一下 他好似有灵性 是为月神而颤 按永恒的话说 这应该是一声大骂 你个败家娘骂 打仗呢 能 不能上点心 少看眼 那货又丢不了 对抗诅咒才是正道 月神不以为然 随之收谋 期间 还撇了一眼神之祝福 眼神是邪的 老师说 老娘看你很不顺眼 别逼本神骂娘 还是九世祝福老师 兢兢业业的对抗诅咒 也得亏有诅咒 不然 神之祝福和月神 搞不好会掐起来 前辈 哪个是大元统帅 赵云一边挥剑 一边看了一眼女帅 光头的那个 女帅一边射箭 一边回道 赵云闻之 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眼望过去 脑门赠光瓦亮的 有很多 他未多想 只顾朝那方冲杀 管他谁是谁 杀就对了 啊 惨叫声 一路伴随 凡赵公子所过之处 大元兵将成片成片地倒下 他们所遭受的 皆是磨难 且不止一个磨难 没被雷劈死 便会被赵云砍死 没被赵云砍死 便会被麒麟踩死 没被麒麟踩死 便会被女帅射杀 没被女帅射杀 后面还有一大群简陋的呢 经过这么多磨难还活着的 那就是人才中的人才了 闪开 正冲杀时 突闻一声爆喝 前方 大元统帅停了 提见立于高台上 面目争鸣 看他身前 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辆辆弩车 数量足有十万之多 每一辆弩车前 都立着一个大元士兵 且每一辆弩车上 都已架上了强弩 也都已调整好了方位 瞄准的 正是奔腾而来的大家伙 嗯 也就是麒麟化的击痕了 十万弩车齐放 不幸弄不死你压的 至于他所说的闪开 自是让自家人闪开 别他娘的遭了余波 大元统帅 赵云双目微眯 笃定 那就是大元的统帅 这么多光头 就属他的脑门亮 也就属他的逼格最晃眼 他姥姥的 杀了这么久 终于逮住正主了 避开 莫硬抗 女帅当即道 弩车乃战争武器 杀伤力巨大 洞川力极强 被指一杆强弩 便可能被洞川雷霆铠甲 和麒麟力量体 更遑论是那么多弩车 约某估计 得有十万之多 这若被命中 会被炸到粉身碎骨 明白 赵云口上说着 却冲得更猛 看得女帅扯嘴角 你到底听没听见 真要硬钢十万弩车 我又不傻 这 会是赵云的回答 莫说他 纵把大夏红渊拉过来 他也不敢硬干 弩车是好东西 前提是 得命中才行 他可不是块木头 干不过可以躲的 停 女帅一声私营 是对后面的大夏赤燕军说 他的命令贼好使 冲锋而来的大夏冰疆 骑骑定身 也是骑骑后盾 已望见了弩车 且数量还不少 这若傻不拉几地冲上去 鬼小的会被打死多少 给吾射 大元统帅报贺 豁得挥动了杀箭 盾得 十万弩车齐颤 百万强弩齐射 如一片光雨 划过了天穹 每一杆都嗡嗡直颤 每一杆都威力无匹 妥妥地狂轰乱炸 我飞 赵云又将麒麟化 变成了苍蝇形态 一飞冲天 都说了 他不是木头疙瘩 不会站那被打 打不过可以躲 躲不过可以飞 还得飞得高高的 弩车有攻击范围 超过射程 啥都打不着 换我 支苍穹疯颠 赵云获得定身 高举了龙渊 亿万雷电聚集 简直 大猿统帅 顿然色变 转身变顿 只掌弩车的兵将 也是扭头就跑 许是跑得急 连弩车都忘了收 赵云这一剑 并未落下 并非不想打 是不舍得打 弩车还搁那摆着呢 打坏了会心疼的 既然对方不要 他们自会收着 So 苍鹰展翅 掠过了那片天 他所集聚的雷电 这才从天坯下 而他 又回归了麒麟形态 又轰然落地 朝着大猿统帅的方向 追杀过去 依旧是一路风雷挂闪电 走哪都一片血海 被雷劈 被龙渊砍 被女帅射杀 总有一种死法适合他们 搬走 都搬走 赵云杀过 大夏赤燕军压了上来 简陋是专业的 大猿的十万辆弩车 全给搬走了 两国的弩车 构造是基本一样的 或者说 是大猿在很多年前 偷学的他大夏龙朝 若无大批量的弩车 他们也不敢这么嚣张 若非造价太贵 消耗不起 不然 其他颇多王朝 也会将其搬上战场 打的都是钱 没几个王朝打得起 也只大夏龙朝 黑龙王朝和大猿王朝国力相当 用得起这等战争武器 跑 哪跑 赵云谋光如炬 就盯住那个光头 死追不放 拦下他 大猿统帅似有觉察 脊背冰冷 资格不敢战 却命令其他人往上冲 奈何 生死的关头 他这个统帅的命令 貌似不怎么好使了 都在亡命逃遁 没人搭理他 纵是听见了 也全当放屁 你那么牛逼 你咋不冲来 这是一个做统帅的悲哀 貌似难以服众 若换作赤燕女帅 一个命令 只拿打了 自然 以女帅的秉性 也不可能让自个的士兵 去送死 要去也是他去 同样的是统帅 大猿统帅就没有这等觉悟 你走不了 赵云冷斥 纵身一跃 一记大罗天手 拍了下去 哄 五指硬落下 竟未能打灭大猿统帅 纳祸很能抗 静硬生生地顶住了 挨了一顿雷劈 竟还屹立不倒 看得赵云挑眉 难怪能做大猿统帅 战力果然不是盖的 嗡 女帅弯弓搭剑 一剑催枯拉朽 不 不不 大猿统帅双目凸显 瞳孔也紧缩 硬顶大罗天手 已是他的极限 已无余力对抗女帅一剑 其实 四周是有不少大猿强者的 多是准天静 却无一人伸出援手 都在逃亡 生怕遭了雷劈 生怕下一个被盯上的是他们 乃至大猿统帅 孤掌难鸣 破 血光乍现 大猿统帅的头颅 被一剑射穿 当场身亡 看吧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这俩配合 还是很默契的 死了 统帅死了 大猿兵将回眸一看 满目惊惧 顿得更加不要命 杀 大猿统帅灭灭了 但功法不止 只要雷电还在 便绝不罢休 难得天使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好事了 赵云首提 百丈龙渊 身侧 女帅 手持霸王弓 一路冲锋 就一个理念 哪人多枉 哪凑 遭雷劈吗 人多才热闹 杀 身后的大厦赤燕军 也是战役高昂 难得一次全军大冲锋 还不吵死了沙 消灭大元王朝的 有声力量 你看他还浪不浪 啊 还是惨叫声 响满黑暗的夜 统帅被灭了 便是群龙无首 事实上 有统帅在 也没啥调用 还能打个反攻不成 连统帅危机时 都没人施救 还指望他们干点啥来 还是小面要紧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72章 明镇八荒 作者 六界三道 昏暗的夜 喊沙声震天 这一夜 是不凡的一夜 大夏赤燕军全军冲锋 在赵云和女帅的带领下 追杀了大元敌军足己百里 杀得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雷鸣声 不知何时散去 惨叫声 也不知何时湮灭 至黎明到来 这场大战才暂时落幕 大夏赢了 大获全胜 斩敌无数 缴获军械无数 特别是十万弩车 意义非凡 至于大元百万雄狮 只剩不到五十万仓皇东逃 伤亡无比惨重 大夏倒是想追杀 但 不能再追了 这已是大元递解了 速速打扫战场 如这等私喝 想满天地 大元时刻都可能卷土重来 纵残兵败将 兵力也远超赤燕军 毕竟已没雷电 而姬痕也没了麒麟话 早早回边关镇守为好 事实上 对方可没这心思 都被打怕了 统帅都被灭了 那还打毛线 万一杀回来 再撞上一场雷电的话 岂不是更尴尬 姬痕 打是不敢打了 骂几嗓子 还是可以的 如残兵败将 一路都在怒嚎 必胜的一仗 因一个击痕 因一场雷电 败得一塌糊涂 前前后后 一战 损兵五十多万 自他大元王朝开创 伤亡还从未这般惨重过 天之下 血色弥漫 大地上 则血流成河 横七竖八的接尸体 还有残破的战旗 斜插地面的兵器 满战场都是 大下兵将正窜来窜去 边打扫战场 边退走 能拿走的一个不留 他们所过之处 除了血 那真是干干净净 小山头上 赵鱼抱人而立 握着望远镜望看远方 能隔着风火狼烟 隐约望见大元的边关 没啥的动静 各大城门接紧闭 恍惚间 还能听闻惨叫与怒嚎 你救了赤燕君 救了大下 女帅疲惫一笑 递来了一壶酒 我说过 无双会保佑我们 赵云笑着接过酒壶 一通猛灌 女帅仰眸 虽已是黎明 可天色依旧昏暗 好似依旧能望见一颗星辰 点缀在苍穹最疯癫 闪烁着朦胧的星光 归途 洋溢着喜悦 赢了 大下赢了 自大下开创 也从未有过如此光辉战绩 十万对百万 杀得大元溃不成军 这 都归功于天宗圣子 无论老将还是小兵 看鸡痕的眼神 都满含敬畏 这个青年 该是历代圣子中 最具大魄力的一个 身 奋尊贵 前途不可限量 却赶上战场杀敌 还带领大下赤燕军 绝地反击 是他 扭转了乾坤 所有人都不会忘记 所有人也都会终身铭记 曾经 有那么一头烈焰燃烧的雷霆麒麟 纵横疆场 杀得大元百万大军 丢盔卸甲 赵云只一笑而过 若说这是一个巧合 怕是没人会信 他两次上东南边关的战场 都是巧合 第一次 是为凤武的哥哥碰上了边关告急 这一回 更是离奇 从天宗横跨了无数疆域 传送到了音乐王种 稀里糊涂的 又撞上了边关告急 而且 对面还是百万大军 看来 他与这片战场 真有不解之缘 回归边关 喜悦的气氛 被悲伤淹没 大元损失惨重 大下何尝不适 边关城墙 近乎崩坏 不知多少人战死 亦不知有多少人 连个胡伦尸首都未留下 昏暗天下 尸骨堆积成山 鲜血躺流成河 边关里 立起了一座座墓碑 目前 也撒下了一片片灼酒 快 修煮城墙 没有伤痛的时间 只要还能动的 都爬上了城墙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重铸边关 大元吃了这么大的亏 定然会卷土重来 看远方 还有人影朝这赶来 多是散修 是来池原边关的 却是来晚了 听闻昨日一战 有一个算一个 都惊得没站稳 可惜 来得太晚了 没赶上那惊天动地的大战 不过 他们能想想 大型遭雷劈场面 该是很热闹 杨雄和燕天风也来了 是赵云分身给他们带来的 都伤得只剩半条命 本来要死的 恰逢散修池原边关 路过那座小镇 一番拼命搏杀 才捡回一条命 但都根基受损了 怕是终生 都将止步在地藏境了 且先养伤 赵云一笑 给了不少灵药 多谢 两人欲起身 奈何有心无力 只得坐着拱手 回头 送你们一场机缘 赵云笑着 转身离去 所谓机缘 自是炼体之术 两人根基破损 需炼体之术来重塑 可不就是机缘吗 啥机缘 鬼知道 听说 你家女儿在天宗 与圣子关系不错 杨雄笑道 莫打去 燕天风渴了 一口血 坐在地上 只顾吞丹药 快快快 思喝声响满边关 修复城墙 乃重中之重 边关干得热火朝天 天宗那边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没了 圣子稀里糊涂的没了 一天一夜 将天宗搜了个底儿掉 愣是没找着 连带帝都 也几乎翻了个辩 就是不见击痕踪影 死了才好 仇家们扎堆 咬牙切齿 天宗大殿 气氛压抑 杨玄宗 玲珑和云烟等人皆在 脸色个顶刻的难看 长教 圣子找着了 气氛压抑时 有人着急忙慌地 冲入了大殿 众人闻之 集体起身 在哪 东南边关 哪 东南边关 确定了答案 众人面面相去 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 边关聚天宗 不知多少万里 那或开火箭过去的 这 是众人眼中所代表的一句话 开火箭也没这么快吧 昨日就到了 那人递上了情报 乃女帅传来的 杨玄宗接过 随之摊开 众人也纷纷凑上来 看过 都震惊骇然了 大圆百万大军压境 被杀得杀鱼而归 这其中 最晃眼的 还是击痕那两个字眼 开了麒麟画 顶着雷电 批得大圆百万雄狮 抱头鼠窜 伤亡五十万还多 咕咚 天宗长较如杨玄宗 红渊徒儿如玲珑 看了 都暗自吞口水 其他人 更不必说了 都看得瞠目结舌 能想象那个画面 百万人遭雷批 那是有多血腥啊 天宗圣子真是大魄力 一战坑沙大圆五十多万 头晕 在场的都头晕目眩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都知那货走哪哪热闹 但这回 是不是有点太热闹了 啊 东南边关 不可能 他昨日还在天宗吗 千真万确 各国前仓帝都的强者们 听闻消息后 神色也与杨玄宗等人 出奇的一致 不但解开一团 还有更震惊的 大圆败了 败得极惨烈 百万雄狮被杀得溃不成军 连他们都知道了 皇族哪能不知 朝野震惊 连皇妃都好一会儿 没反应过来 此消息 如生了翅膀 只半天 便传遍了天宗 皇族 帝都 各大古城 凡 文职者 无一不震惊 五十多万呢 不是五十多万只鸡 也不是五十万只鸭 那是五十多万武修啊 这么大一票 竟是天宗圣子干出来 本以为 魔狱一行的战绩 已够逆天了 不常想 后面还有一个更逆天的 百万人遭雷批 那是何等大场面呢 不愧是朕的女恩 不愧是天宗的圣子 同样在边关的大厦皇帝 听闻这消息 差点把桌子掀了 也许是太激动 差点就喊女婿了 东南边关大节 着实振奋人心 各大边关的守将 也都来了精神 都说了 大厦并非无人 不服来战啊 一条八 一样打哭你们 该死 大元皇帝听闻消息 如发了风一般 百万大军啊 为攻伐大厦 他将大元武城的兵力 都调过去了 到了 给他来了这么大个惊喜 折损五十多万 连统帅都被人灭了 大元王朝历史上 从未吃过这等败仗 败得也太惨烈了 这 算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七大王朝的皇帝 拿着情报 都与众心肠的吕胡须 好消息 是大元王朝受挫 伤亡五十多万 这已算动摇根基了 他们要不要掉转矛头 先把大元王朝收拾了 坏消息 是鸡痕那斯太逆天了 他能借麒麟化和雷电 坑杀大元五十多万 一样能用同样的方法 来对付他们 这 是一个定时炸弹 搞不好哪天就炸了 一日间 从天宗到东南边关 仅此一点 他们就想不通 一个保不齐 明日就到西北边关了 这般来回的窜 他们可受不了 死 他必须死 七国皇帝的谋 寒芒四射 以免那货来回蹦打 送入鬼门关最清静 于是乎 各国都下了命令 同一日 将潜藏大厦帝都的 罗生门杀手 以及各国强者 都走了 去了东南边关 比起大厦帝都 在边关灭杀鸡痕 该是不难 杀 不惜一切代价 诛杀鸡痕 还有 拿下东南边关 大原王朝暴怒 又一次下了死命令 总的来说 鸡痕诱惑了 东南边关一战 他明镇巴慌了 连各国天武镜 都感受到了威胁 那货潜力真太惊人了 可惜 他们入不得战场 只得派人去 抱歉 状态依旧不好 第四章 今天没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73章 一个威慑 作者 六戒三道 快快快 边关依旧不平静 随处可闻嘶喝声 城墙崩坏太多 还在重铸 城墙重铸不难 难得是阵纹刻画 那不仅是一堵墙 还是一层屏障 所谓阵纹 自是守护阵纹 城墙上 每隔一段距离 便有一座隐秘阵法 先前 因战乱已损坏的七七八八 需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好 别看大厦将士 都干得热火朝天 实则 每一个都是带着重伤做苦力 心中都提着一口气 正是那口气顶着 才让他们未倒下 都太累了 没时间歇息和疗伤 大元王朝 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的 赵云也在 正毅力城墙上看城外 天色虽昏暗 但却能望见城外山林 有点点光亮在闪烁 在他看来 那该是望远镜的反光 其内必藏着大元探子 想想也是 蛇了五十多万人 大元能善罢甘休才怪 他猜得不假 城外多山林 的确潜藏了不少大元探子 自是来打探敌情的 最主要的是 想看看天宗鸡痕可还在 并非怕鸡痕 是怕那祸引雷 遭了一次雷劈 给长点记性了 可不能再被劈第二回 看过 疾痕还在 那祸在 便不宜动兵 这是个极好的讽刺 试想 一个不若大下的王朝 竟因忌惮一人 而不敢乱来 纵观各大王朝的历史 貌似也指赵云有此殊荣 雷 是个好东西 赵云揣了手 嘀嘀咕咕 天宗的圣子 聪明着呢 有些事也想得明白 正因想得明白 他才不敢离开东南边关 并非不想走 是不能走 他一人之力虽小 但存在的意义重大 他这个小五休 会是一个威慑 一旦离开 大元必卷土重来 以赤燕君如今的状态 守不住这边关 他会走 迟些再走 至少 也得等边关 城墙修好 等赤燕君恢复战斗力 圣子 夜里风大 早些回营帐 不远处 有一老者笑道 乃赤燕君一个老将 火针架石的准天境 除他之外 四周还有不少隐晦的气息游离 皆清一色的准天境 他们 可不是在这闲逛的 女帅有令 在天宗派人 接走击痕之前 务必保证击痕的安全 并非小题大做 鬼小的军中 是否潜藏着他国强者 和罗生门杀手 必 静 石原边关的散修很多 有不少都身份不明 明白 赵云硬着 转身下城墙 女帅此举的寓意 他自是懂 若他所料不差的话 先前潜藏在大夏帝都的各国强者和杀手 此刻 都在来东南边关的路上 约莫估计 几百尊准天境还是有的 肯定是来收拾他的 少则半月 多则一月 都会悉数到来 这等数量的准天境 试验军中也有 但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在军中刺杀 远比在帝都容易得多 所以 他得提前做准备 或者说 他准备再干一票 既然对方都来了 难得扎堆 那便一网打尽 省得日后麻烦 五十多万大军 他都坑死了 几百尊准天境 他一样 能送其上西天 都精神点 身后 一众准天境一路跟随 明面上有 暗中也藏着不少 女帅交代的 不敢马虎 圣子若在军中被灭 该有多扯淡 路过一个营帐 赵云走了进去 入目 便见杨雄和燕天风 一日的疗伤 面色都已红润不少 但没与见的伤态 却掩饰不住 根基破损 这是一种可怕的暗伤 见过圣子 两城主 忙慌起身 两位前辈 别这么客气 赵云笑着 拿了两部秘卷 接洗水一经经 改良版的洗水一经经 这是 修此术 可助你们重塑根基 重塑 两人皆一愣 早些歇歇 赵云一笑 未多解释 转身离去 帐中 两城主对视一眼 才摊开了秘卷 圣子先前说过 送他们一场机缘 如今看来 就是这秘法了 看过 两人又已经 如此霸道的炼体术 他们还是头回剑 这边 赵云已回营帐 他的营帐 与他人的不同 帐内 帐外都贴满了符咒 特别是帐中 还挂着一串串的铃铛 有人进来 哪怕是顿地进来 都会提前预警 皆是女帅亲自布置 而女帅的营帐 就在他旁边 若有变故 会在第一时间赶来 还有他派来的强者 也是各顶各的精神 就散布在四周 除了女帅 谁都不能靠近这个营帐 宗上 他的住处 被守得固若 金汤 但女帅知道 各国强者和罗生门刺客 想要潜入进来 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他能做的 只有这些 毕竟 这是军中 比不过天宗 想杀我 便付出血的代价 赵云冷冷一声 随手取了两道符咒 一道暴符 一道防暴符 他要用暴符 收拾各国杀手 地方都选好了 音乐王种 前提是 他得研究出一种 无视防暴符的暴符 硬着烛火 他先拿起了防暴符 这等符咒 也是分级别的 级别高的 防暴范围大 如真灵级防暴符 范围不过一丈 如地藏级防暴符 范围可扩大到十丈 甚至更多 在这个范围内 啥个暴符都乍不响的 这 便是符咒与符咒间的克制 其后 他才拿了暴符 把两符咒放在一块 静心钻研其上的纹路 两久 他才取了画符的形头 一道道符咒 都是一次次尝试 他坚信 能画出一种 无视防暴的符咒 这些符咒若研究出来 够那些杀手喝一壶的 坑人 他是专业的 本身 先替那些人默爱 月神瞟了一眼 对赵云很有自信 这货 邪乎着呢 逆天的天赋 可怕的感悟力 此事定然能成 若是成了 会有多少人挨诈 快快快 月下 多一只只飞行坐骑划过天穹 每一只坐骑上 都立着一人 接蒙着黑袍 看不清尊荣 只知 各个气息雄浑 妥妥地准天境 去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东南边关 他们 都是各国强者 亦或罗生门杀手 灭击痕 上头下了死命令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都在所不惜 快快快 同样在赶路的 还有天宗的人 映着月光 能见黑玄和白玄那俩老头 是他二人带队 卫护鸡痕周全 杨玄宗足调来了三十尊准天境 若非天宗 还需要他压长子 不然 长教也会亲自杀过来 杀 除却东南边关 大厦其他边关 都喊杀声震天 即便在夜里 也站得如火如荼 都想在短时间内 攻破大厦边关 以免鸡痕跑去捣乱 自然 若派去的人能把鸡痕灭了 那最好不过 省得每日提心吊胆 这局面 不知多少人唏嘘 一个的葬后辈啊 真一个强大的威慑 不止大元王朝 连其他七个王朝 也都尿急了 生怕那个定时炸弹 来回溜达 跑 他们那边开炸 夜 悄然间散去 清晨 边关还在忙碌 或重铸城墙 或刻画阵纹 皆干劲十足 趁圣子还在 加班加点 把城墙修好 都不是傻子 都知击痕存在的意义 若圣子走了 东南边关便再无威慑 大元军队随时都可能扑杀过来 迎着陈光 女帅出了迎杖 身为统帅 她伤势依旧未好 还是满身疲惫 她这还算是好的 大多数人都气息萎靡 都拖着伤体修筑城墙 剩下的 要么在疗伤 要么在昏睡 威武的大下赤燕君 此刻的确使不出多少战斗力 叮铃铃 伴着一串清脆的铃铛声 踏入了赵云营帐 见赵云画符 她翘眉微挑 你还是服尸 略懂 赵云抬眸笑了笑 完事又埋头研究 一手拿着一张符咒 一一比对 比对之后 便又提笔画符 画过 又是一一比对 这一页 她都是这般过来的 可惜 至今都未研究出来 又低估你了 女帅一笑 此刻在看这个小五修 浑身上下都蒙着神秘色彩 她不知这个小家伙 还藏着多少底牌 而如此惊艳的后辈 她记忆中 也只此一个 她侄女的眼光 果然不差 前辈 疗伤的灵药 赵云灌了一口酒 递来一个小钱袋 其内多是灵丹 多是从阴咒那坑来的 女帅未拒绝 这小子可是个大富豪 他未叨扰 默默退出 帐外 易老者已在等待 刚传来消息 大元在集结军队 意料之中 女帅深吸了一口气 舍了五十多万兵马 大元定会找个场子回来 不过 他暂时不担忧 只要击痕还在军中 威慑便还在 毕竟 无人知道 哪天打雷下雨 天宗会派人来接击痕 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 这段时间 极其宝贵 城墙能修好 赤燕军的战斗力 也能恢复 一场硬仗 是必不可少的 看好他 女帅留下一语 去了城墙方向 众准天静也静夜 真就把赵云的银杖给围了 一个个处得板板整整 乃至慕名而来的散修们 想寻赵云好好聊聊时 达老远便被撵走了 一句话 除了女帅 谁都不能进去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74章 成了 作者 六戒三道 夜 又一次降临 赵云的营帐外 众准天静都找地儿坐下了 哈欠一个接一个地打 还有不少 哥那低眼要甩 都太敬业了 看得老眼昏花 自守在这 足足有八天了 而姬痕 也待在帐中足八天了 到了 都没见他出来 也不知累 整日立在桌案前 握着一支伏笔 哥那龙飞凤舞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在化金是大作呢 竟还是个福尸 比起坑杀五十多万 这都不算啥 若老夫是皇帝 都不知该如何奖励他 封侯拜相 都配不上他的功绩啊 大半夜的 众老家伙们也不闲着 总得找点事干 于是乎 又把赵公子的光辉事迹 拎出来说了一遍 长江后浪推前浪 真是老了 他们年轻时 可没这货这般牛叉 都他娘的火便巴荒了 不对 再来 帐中 赵云嘀咕声不断 真就如一个好学的学生 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题 俨然已到忘我境界 符咒画出了一大堆 却都不能用 也不是说不能用 而是碰上防暴符 都乍不响 这不是他想要的 话说大了 赵云的一下挠头 颇为尴尬 本以为 多些时间就能研究出来 如今 整整过了八日 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 尝试了多种方法 也画出了很多种暴符 可就是比不过防暴符 也不知是哪个人 才开创的这等符咒 貌似毫无破绽哪 不准备歇息了 女帅进来了 几乎每日都来 每日都见着霍哥这画符 整整八天 不吃不喝 如似魔症一般 此刻再看 头发蓬乱 嘴边多壶茶 整个人都狼狈不堪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个逃荒的呢 撑得住 赵云笑了笑 又埋头比对符咒 她是个不信邪的人 不信造不出来 女帅自不知她在干啥 以为只是单纯的画符 若是知赵云的想法 定会震惊 多少年了 自暴符与防暴符开创 有太多妖孽的符尸 想造出一种无视防暴的符咒 奈何 穷尽一生也无作为 你个鱼目脑袋 女帅看不下去了 月神也看不下去了 人呐 太聪明了 也不是啥好事 聪明到那么显眼的破绽 都看不出 如赵云 贸似自一开始 就进了个误区 方向都不对 能研究出来才怪 不过想想 该是她似对赵云要求太高了 不是所有人 都具备神明的眼界 她一眼 能看穿的是 凡 人怕是一辈子 都未必看得穿 但 她依旧相信 赵云能造出来 无非时间问题 再来 赵云来了火气 捋起了袖子 继续她的伟大研究 依旧是望我境界 乃至外面天已黑 她都毫不知晓 咚咚咚 叶木方才降临 便闻战鼓声 是大元王朝 已集结了大军 颇有大举进攻的架势 敌军来了 思河随之响起 还在修筑城墙的大下兵将 纷纷拎出了兵器 下方的赤燕军 也成片地冲上城墙 一辆辆的弩车 也都架上强弩 数量足有十几万 其中有十万辆 都是从大元那缴获的 看好她 女帅淡淡一语 也上了城墙 口中的她 自是指赵云 在她看来 只要击痕还在 大元就不敢轻举妄动 再来一次雷劈 谁难受谁知道 之所以雷动战鼓 无非虚张声势 如她所看 大元是雷声大雨点小 战鼓声是抗魂 战旗也够忽略 黑压压的大军 也足够齐整 却毫无开弓的征兆 就在远方排兵布阵 玩命地雷动战鼓 声东击西 女帅男语 要不咋说是赤燕军的统帅 脑瓜就是好使 没错 就是声东击西 大元这么大动静 显然是在为某些人做准备 那些人呢 各国的强者和杀手 算算时间 各国强者和杀手 这几天就会到东南边关 混入军中容易 刺杀艰难 因为 有很多准天径守着击痕 得把那些守护击痕的准天径 引开才行 如此 才有了大元雷动战鼓 目的便是给大夏造一个 他们要进攻的假象 把赤燕军的强者 都引上城墙 好给那些杀手制造机会 即使看出了 自不会上当 纵如此 也不得不防 一半人修筑城墙 一半人排兵布阵 搞不好 大元王朝真会掩杀过来 事实证明 女帅猜得一点不假 自这一夜 大元如打了鸡血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雷动一次战鼓 而且 一次更比一次动静大 任谁瞧了 都是要发动进攻的前兆 女帅坐得住 大夏冰江就不怎么淡定了 睡觉都睡不安稳的 敲 俺们也敲 军中多人才 曾送赵云弩车的那个悬甲将军 就是其中一个 纠集了不少彪悍之人 光着膀子 在边关 城墙上 摆了几千个战鼓 白天不敲 专挑大半夜敲 一敲就是大半夜 整得对面的敌军 也没咋睡好觉 咚咚咚 其后几日 战鼓声抗魂 震天动地 两军不见打仗 静歌那敲战鼓了 一个不敢进攻 一个不敢出城 好似 真是要在战鼓声上 奋出一个高下 反正就是 俺们睡不好觉 你们也别想睡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清晨 天色方才大亮 便见 有人池源东南边关 来的人不少 宁愿进到准天进都有 一个个大意凛然 一个个义愤填膺 颇有战死沙场 保家卫国的决心 看好其中的准天境 女帅淡淡道 无须他说 赤燕军中的强者 也都门清 到了 第一批刺杀击痕的杀手到了 就混在其中 地藏镜对上击痕 不咋够看 对方来的 绝对是准天高手 但 池源边关的准天境 并非所有人都是杀手 其中也有良民的 若一棒子打死 定有不少人遭殃 纵要杀 也得先甄别一下 杀对了还好 若杀错了 岂不是很冤枉 日后 谁还敢持渊边疆 他娘的 原来如此 大半夜的 突闻赵云迎帐中 一声渣户 惊得帐外的人 都一阵尿颤 带进来一瞧 才见赵云一个人 歌那呵呵直笑 看样子 应该没吃药 圣子 早些歇歇 一众老家伙脸黑 又奇奇吐出 你这三天两头的 一惊一乍 俺们可受不了 知道 是你歌那画符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人刺杀呢 见天下俺们 还有没有功德心 懂了 我懂了 赵云黑黑直笑 误了半个月 也画了半个月 终寻到了破绽 破绽就她娘的在表面 道理并不难懂 在报复上 添上一些静置便好 一种可以扰乱防暴符纹路的静置 扰乱了纹路 防暴符就废了 如此 暴符一炸一个响 符咒与符咒间 就是这般克制 可笑的是 她如今才参透 再来 她笑着 又一次提笔 在暴符上射静置 是个技术活 还好 她做得来 这一夜 边关颇不平静 今夜的大员军队 格外亢奋 不知找了多少人雷战鼓 震天动地 敲得悬甲将军都怂了 没办法 对方人多呀 玩了命的敲 看好她 女帅看了 依旧指着一句话 击痕还在军中 她不幸大员赶攻过来 无非虚张声势 为杀手们 制造混入刺杀的机会 对方越是如此 他们越得沉得住气 拿走 城外热闹 边关这边也热闹 赤焰军中的强者 真不是吃干饭的 今夜就逮住了一个杀手 这货 说是来持援边关的 实则是来刺杀的 自来了之后 便对击痕之势 格外的上心 且见缝插针 他们这边故意漏了的破绽 他扭头 就钻进去了 刚到营仗前 就被重强者联合镇压 一番审问 没抓错 可惜 军中 没有通晓搜魂数者 不然 他们还能撬出更多秘密 赵云倒是通晓搜魂 可他 貌似没空搭理 清晨 大元王朝的战鼓声 终是停了 他们掩齐息鼓 大下将士则来了精神 很快 战鼓声响起 敲得是伴儿来劲 他还在画符 女帅下了城墙 又来赵云迎仗 嗯 迎仗门口 一左一右俩老头 打着哈欠 齐齐点头 这孩子 女帅深吸了一口气 成了 我画成了 女帅画方落 某人便跑窜出了营帐 许是太激动 还抱着楚兰亲了一口 我去 一众老家伙见之 俩眼发直 天宗的圣子 果然是一条汉子 竟敢对女帅如此 你 女帅的脸颊 刷得一下红了 自修武道 还是头回有人敢对他这般 而且 还是当着这么多准天静的面 这小子 太放肆了 意识到失态 赵云一声干咳 又妈溜 钻回了营帐 激动 主要是太激动 也怪感得太巧 不是吹 若在营帐门口的是蛮腾 他也会上去来一口 偏偏 哥那处着的是女帅 则则则 众老家伙 则舌 守了鸡痕这么多天 果然没白手 蒋真 自加入赤燕军 他们还从未见过女帅脸红 不得不说 女帅脸红的小模样 真别有一番韵味 都很闲 女帅瞪了一眼 转身走了 美眸还有火苗绽放 有事耽搁 回来晚了 后面还有章节 要晚一点 求一下银票和金票 拜谢各位到门先有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75章 造陷阱 作者 六界三道 开干了 营帐中 赵云捋起了袖子 他随手提笔战末 一阵龙飞凤舞 地藏镜的修为 地藏镜的武魂 如今画幅的速度 奇快无比 他需大批量的暴符 无视防暴符的那种 越多越好 越多越给力 亲了女帅 竟跟没事人似的 门口 有一老头 掀开了营帐帘子 往里瞅了一眼 见赵云奋笔及书 又是一阵唏嘘折舌 老夫也想见 另一个老头 捋了捋胡须 此话一出 众准天竞 齐齐斜了这祸一眼 你这想法 很危险 所以说 他们很佩服鸡痕 这小子轻了 女帅咋没揍他来 其后三五日 都不见女帅再来 即便是来了 也全当没瞧见 上回是没怎么反应过来 再轻一次的话 他不介意 与鸡痕好好聊聊 至于怎么聊 那全看他心情了 捶一顿 还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想法 赵云自不知 一门心思的就化服 此刻看桌案上 一答一答的报复 格外扬言 咚咚咚 城外 战鼓声未停 大员的阵仗 一天比一天大 黑压压的军队 一天天的靠近边关 听那雄浑的战鼓声 也多了杀伐之意 颇有大举进攻的派头 要站那边来 赤燕军战役高昂 赫声震天 自上一战至此 已过去了不少时间 城墙已修好 弩车也已摆好 最主要的是 他们伤势已恢复得七七八八 整体战斗力不俗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每逢此刻 都有人持缘边关 每一批人过来 基本都有准天静在其中 也该来了 如这句话 女帅已 不知难以多少回 各国的强者与杀手 已来了好几批了 已混入军中 正挨个甄别 但天宗的强者 却是一个都没见 难不成 走到半途迷路了 别说 还真就迷路了 黑旋白旋两个老道领队 撞上了奇怪的事 走着走着 便见天地一阵晃荡 眼前也一抹黑 再开眸 便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 空间变动 按月神的话说 就是空间变动 那是一帮倒霉孩子 好巧不巧地撞上了 不然 以他们的角力 早就该到边关了 这他娘的哪啊 黄沙飞当中 一帮老家伙 骂骂咧咧 稀里糊涂就跑这了 尴尬的是 他们还不知这事啊 毕竟 大厦疆域辽阔 总有地方是他们没去过的 又是夜 自迎帐外去看 能见赵云身影 还搁那画符 实则 那已不是赵云 而是赵云的分身 正搁那瞎胡话呢 至于赵云本尊 已通过逆向召唤 入了一片山林 趁着昏暗夜色 他去了音乐网中 顺着木道 他一路往下 一路到了主木 主木不算小 容纳个上千人 还是不成问题的 前辈 借你木事一用 他年 再给你修个大的 赵云说着 便开始清理木中杂物了 先收走了音乐王的灵位 陪葬品这些 也一并收走 暂时存放在他这 待日后重新修好灵木 还会再给其摆上去 月神说过 古木的东西 可不能乱拿 清理完 他拿了伏笔 超大号的伏笔 完了 便在地面刻纹路 刻画的是千丈符 所谓千丈符 他是在蛮王古墓学的 此符 是刻在地面上的 有奇异的能力 一旦开启 便有一股强大的犀利 而身在旗上的人 无论是谁 都会遭束缚 举步维艰 他这地藏级的千丈符 对准天境 还是有一定束缚力的 足用半夜 他才画完千丈符 随他一生轻斥 千丈符的纹路 都脸于无形 其后 便是放暴符了 符尸嘛 他足够任性 暴符一张挨一张 如四铺地 贴满了地面 贴了足有好几层 连四周的墙壁 也是一样 都贴满了暴符 这暴符 都是无视防暴符的 还未完 暴符之后 便是雷光符 与暴符一样 雷光符也是一层压一层 赢 赵云一声冷斥 暴符与雷光符 接连于无形 至此 他才一屁股坐下 随手拎出了酒壶 露出了欣慰的笑 忙活这么多天 为的就是这个陷阱 把各国杀手和强者 都引到这座墓室 再把墓室门关了 一瞬开启暴符 炸他的粉身碎骨 坑挖好了 就等请君入瓮了 趁着夜色 他又顿出音乐网种 再回边关时 天色已然大亮了 鸡痕 潜藏军中的各国强者和杀手 大老远见他 都不由一愣 他们看得真切 鸡痕应该在营仗才对的 啥是跑出去的 同样猛逼的 还有保护赵云的赤燕军强者 一大帮的老家伙 瞪得俩眼溜圆 进仗一瞧 才知是鸡痕分身 喂 面这位才是本尊 震惊 他们很震惊 守得这般严密 鸡痕从哪跑出去的 可笑的是 他们至此才知 都以为鸡痕在营仗中呢 小子 你本事不小吗 众老辈揣手 当场就把赵云围了 上下左右的看 先前 听闻鸡痕越狱 还不怎么信 如今瞧了 真真信了 还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 累了 我先睡一觉 赵云呵呵一笑 入了营仗倒头便睡 养精蓄锐 带醒来时 干一票大的 女帅闻讯赶来 绕着营帐转了好几圈 确定设下的静置没问题 更无破坏的痕迹 那这小子 是咋出去 而且未惊动任何人 帐外没问题 帐内也没问题 看着熟睡的赵云 女帅深吸了一口气 看吧 还是小看鸡痕啊 他未叨扰 又转身出了营仗 而后 又有几尊准天竞被调来 天宗强者来之前 可不能出差错 混入军中的各国强者和杀手们 也有很多 都等着钻空子呢 也该来了 同样的话 众老辈也在说 瞅瞅各国强者和杀手 都来好几日了 都寻思着咋把鸡痕灭了呢 但自家强者 却姗姗来迟 至今都不见踪影 不急才怪呢 急 黑玄和白玄 他们也急啊 被困沙漠三五日 至今还没出来呢 不知这事啊 更加不知 这沙漠距边关还有多远 近了还好 若是太远了 岂不是很扯淡 唯一不急的 是赵公子 等着 等我睡醒了 让你乐呵乐呵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76章 开坑 作者 六界三道 这一觉 赵云睡得颇香甜 帐外守着的强者 却格外精神 更精神的 还守在城墙上的大厦将士 一个个都如标枪一般 腰背挺拔战的贼笔直 局势貌似有点不对劲了 看城外大员军队 蠢蠢欲动 颇有要开弓的架势 杀伐器已弥漫那片天地 给吴杀 新的大员统帅爆赫 挥剑咬指 大厦边关 顿的 大员军队启动 黑压压的一大片 朝边关掩杀来 这次是来真的 大厦将士一声冷哼 都拎了家伙 的确 这回是来真的 为了配合各国强者和杀手 得动一次真格 把守护击痕的强者们 都引到城墙 他们才更容易刺杀击痕 也或者 击痕也会杀上城墙 如此也好 待会儿打起来 谁还顾得上谁啊 打 大厦将士 开了弩车静置 强弩如暴雨 狂轰乱炸 大员敌军不傻 可不会站那倍打 打老远便避开 杀 战 喊杀声震天 映出一片片血光 赵云已被惊醒 也已走出营帐 待在这 守护他的众老辈们 都围了上来 嗯 赵云点了头 口上说得好 腿脚却是麻溜 如一道流光 直奔了城墙 他可不能在营帐待着 得找机会把杀手们引走 如今 就是个好机会 你 众老辈见之 盲荒追了上去 赵云动了 守护他的强者们也动了 潜藏暗处的杀手们 也跟着动 一个登上了城墙 浑水没于他们在行 打仗了 局面最混乱 的确 局面很混乱 大员来势汹汹 成片的人攻上城墙 此刻 正与大厦将士在城墙 上厮杀 你怎上来了 见赵云 女帅翘眉微平 照得住 赵云一笑 随手拎出了龙渊剑 当场开杀 看好他 女帅留下一语 对上了大员强者 无需他下令 众强者也跟了过去 随之跟过去的 还有杀手们 魏眼的逼真 也是一路的杀伐 除却大员王朝的杀手 其他的杀手都很随意 不是自家人 不心疼 大员的杀手 看得咬牙切齿 你他娘的 你们搁这趁火打劫呢 是来刺杀鸡痕的 杀我大员兵将 咋都杀得这般起劲来 战争吗 场面一度混乱 边关城墙上的大战 极其的惨烈 每一瞬都有人倒下 鲜血躺流 又染红城墙 个个都杀到癫狂 喊杀声中 战的是热火朝天 人呢 正因场面混乱 打着打着 才不见了某人 自视赵云 真就找不着人了 没了踪影 来吧 宝贝们 赵云以下城墙 已朝一方顿走 盯着他的各国杀手 也一路追杀过去 嗖 赵云速度极快 出了军营 便窜入了一片山林 身后 急风呼啸 一大票人 也跟着他杀了进去 哄 碰 哄 而后 便是一阵轰鸣 杀手们追得凶 打得更凶 一边追一边打 见了活蹦乱跳的鸡痕 俨然忽略了赵云此举的用意 这边打着打着 咋还往外跑呢 无所谓了 只要前面开盾的那位是鸡痕 这就够了 灭了他 抢了他的宝物 任务便算完成了 至于 战争吗 他们不关心 都打死了才好 这么多准天追杀我一个地藏镜 也不怕后人耻笑 赵云大骂 对方一边追一边打 他是一边盾一边骂 演戏吗 得逼真点 上天入地 无你生路 众杀手齐生冷斥 一个比一个追得凶 要知道 那可是鸡痕 是天宗的圣子 浑身都是宝 能活捉最好 能榨出很多秘星 特别是麒麟 若是得了 睡觉都能笑醒了 赵云冷笑 顿得更快 他这个顿得快 让众杀手心惊 才地藏二重 这个速度未免太吓人 他们可是准天静 愣为追上 能做天宗圣子 果然不是盖的 就这速度 一般人就比不了 喊杀声中 他们越顿越远 不知何时 赵云才 窜入一座山洞 这是提前打好的洞 方便入古墓 拿走 众杀手抱贺 骑骑杀戮 带进来 众人集体挑眉 这是一条木道吧 这是一座古墓啊 鬼晓得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还藏着一座木 瞧着木道 便知古墓不小 葬在这里的 身份定不简单 搞不好 还是王公贵族 有意思 相比这些 他们更在意赵云 一路紧追不放 即便是古墓 那又如何 俺们这么多准天静 还拿不下一个地藏镜 当真要不死不休 赵云骂得欢食 小东西 带老夫逮住你 定叫你生不如死 回应赵云的 则是一片的凝笑 跑 你他娘的使劲跑 等前面没路了 看你还跑不跑 没有麒麟化 没有雷电 一人一脚都能踹死你压的 So 前方 赵云已出木道 完了 他溜烟窜上了锁桥 直奔瞩目 入了瞩目 他就老实了 跑 怎就不跑了 一大票准天静 全追了进来 都是前辈 竟比赵云还善解人意 自个就把木门关上了 还找了个很好的理由 这小子腿脚太麻溜了 别一不留神 让他跑了 别过来 再过来 我就自杀了 赵云也有意思 一边后退 还一边拎出了龙渊 横在了自个脖梗处 在他看来 这帮老东西 可不舍得他死 他死了 麒麟也会死 年轻人 默想不开 众老辈幽笑 齐齐逼上前 如此一幕 像急了一群恶狼 要收拾一只小绵羊 的确 他们不舍得鸡狠死 他死了 哪去炸秘星 有话好说 赵云放下了龙渊 呵呵一笑 已退到了墙角 众准天嘴角微翘 这就对了吗 有话好好说 笑着笑着 他们就不笑了 只因 面前这么一个大活人 嗖的一声没眼了 对 是没眼了 是赵云动了逆向召唤 来前 早已在墓外 刻下了逆向召唤阵 爆 他临走前的一字 铿锵有力 贴在主墓的雷光符 齐齐炸开了 满目是都是 璀璨夺目的雷光 格外刺目 还未反映过来的重杀手 当场被晃得两眼一抹黑 不等双目成清明 暴符就开炸了 满屋子都是暴符 地面有 墙壁有 屋顶也有 某人大魄力 足足贴了好几层呢 第四章 今天没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六百七十七章 水火判官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碰 哄 一连串的爆炸声 炸满整个音乐网中 往外看去 古墓上的那座小山头 都坍塌了下去 地面炸裂 碎石崩飞 比鸿龙声更悦耳的 是凄厉的惨叫声 至少 在赵云听来 惨叫声很悦耳 而最郁闷的 该是那些杀手 因赵云末的消失而恶然 未等反应过来 便被雷光浮晃的俩眼一抹黑 未等双目成清明 又挨了暴符的炸 明明身上都有防暴符 咋还炸这么想呢 准天静又如何 都开了护体真缘又怎样 也架不住暴符多呀 且是地藏级暴符 且不是一般的地藏级暴符 出自赵云手笔的暴符 杀伤力比同级别的暴符 强太多了 只因 他的暴符传自月神 是最正宗的 每一道符中 都刻入了雷电 除此还有他的真缘 蕴藏大帝之力和仙之力 这等暴符 准天挨了 也得半残 更遑论 满屋子的暴符 秀说过 趁人病要人命 赵云素如金芒 又拎着家伙杀了回去 暴符虽多 威力虽强 但对方必有人才 总会有那么几个出类拔萃的 是暴符炸不死的 无妨 他回去就是捕刀的 地藏二重的他 即便不动麒麟话 一样能正面硬钢准天静 对上只剩半条命的准天静 自是手到擒来 再看爆炸现场 怎一个血腥了得 整个主墓都成废墟 碎石一地 碎石上满是残枝断壁 三百多尊准天静 八成以上都被炸得粉身碎骨 当场暴毙 剩下的不到两成 要么摇摇晃晃 站都站不稳 劈头散发 脑瓜子嗡嗡一片 被炸得没了人形 在魂恶中怀疑人生 要么只剩半个残躯 无力地躺在地上 口中一股股地翻涌鲜血 每一口鲜血 都好似在招式了一番话 快 老夫还能再抢救一下 惨 无比惨烈 三百多尊准天静啊 难得扎堆 即便对上天舞镜 也能大干一场 却在一座古墓 被炸得血骨横飞 击痕 一尊独臂准天静怒嚎 是发自灵魂的咆哮 血肉模糊的脸庞 刻满了争鸣 加之那双星红的眸 像急了一头 刚从地狱爬出的恶鬼 这位 就属那种较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挨了那么多报符 愣是没给他炸死 不止没炸死 竟还能站起来 不止能站起来 竟还有力气怒吼 前辈 怎的这般大火气 赵云已到 也以弯弓搭建 已瞄准了那人 我杀了你 独臂准天静丝毫 一步一亮枪地扑来 要不咋说被炸猛了呢 正常的人 谁敢顶着枪口往上撞 被炸猛的不止他一个 站都站不稳的那几位 也都如一只厉鬼 朝赵云扑杀了过来 一路好走 赵云弹倒 松开了弓弦 雷霆之剑如一道精芒 剑微无匹 一剑射穿了独臂准天静 当场绝杀 他未停 也无怜悯 一剑接一剑 剑无须发 没有一剑射出 必有一尊准天静倒下 都已被炸残了 几乎没有战斗力 怎挡得住赵云的雷霆一剑 不过三五顺 站着的准天静 便被一一绝杀 死前 才得一瞬清明 谋中的眼神 有愤怒 震惊 怨恨 恐惧 各种神态各种演绎 曾想象过很多种死法 唯独未料到这种 这么多准天静连妹追杀 竟被一个小五修坑面 到了 都不知赵云是如何一瞬消失的 到了 也都不知 几狠乃来这么多无视防暴的暴符 只知这是一个坑 是他们自愿跳进来的 非但为杀灭击痕 还把老命搭上了 一路好走 同样的话 赵云又说了一遍 站着的准天静 皆被诛杀 躺着的准天静 也未能逃脱厄运 无一例外 皆被送入了鬼门关 黄泉路上 他们不孤单 呼 至此 赵云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坑杀 实则是破绽百出的 偏偏 这帮杀手都太贪婪 一门心思搞宝贝 一门心思的 想要活捉他 乃至失了某种谨慎 也忽略了太多不确定的变故 这才着了他的道 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 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 最合适不过 打的都是钱啊 赵云一阵心疼 那么多的暴符 拿出去卖 能卖很多钱的 所以说 他设计的这场坑杀 也是耗费了庞大的代价 不过 这代价是值得的 暴符 没了可以再话 这么多准天境扎堆的场面 可不常见 坑杀了三百多尊 值了 其后 便是打扫战场 准天境们虽死了 却有不少好东西残留 如他们的兵器 有保存完整的 材质不凡 拿钱斗 买不到 也有残破的 自也收走 带回去熔了 还能铸成好兵器 耗损了那么多暴符 总得收点利息回来 其他破损的物件 只要能带走的 赵公子绝不客气 扫荡这活 他也在行 他的棺材板 貌似压不住了 月神策谋 似能透过虚妄 看见昏黑的幽明之地 音乐王的棺果 正嗡嗡直颤 棺盖一阵阵掀起 里面那位 颇有破官出的架势 坟墓被炸成一片废墟 不窝火才怪 前辈 无意叨扰 待这一仗打完 定给你重修大幕 赵云一毁尸灭迹 又将音乐王的灵位 摆在了废墟上 拱手俯身三连败 这不只是说说 说到做到 带边关平静 他定来修墓 这还像句人话 躁动的音乐王种 随之平静 败过 赵云才转身 迎面 便见一柄细长黑剑刺来 剑尖幽光闪射 据他已不过三寸 还未命中他 可怕的剑威 便已破开了他眉心肉皮 有鲜血躺翼 乃绝杀的一剑 赵云色变 飞身后盾 竟还有漏网之鱼 他竟毫无察觉 然 他这刚动 便觉一股束缚之力加深 看样子 漏网之鱼不止一个 暗中还藏着一个 一个施展绝杀 一个以禁锢之法打配合 此一剑若命中 他必死无疑 危急时刻 他发动逆向召唤 顺身不见 消失了 金一声随之响起 此刻 才见出守者 一个黑袍人 一个雪袍人 妥妥的准天静 接蒙着面 看不清尊荣 只见一双幽记的眸 他们 不属任何一个王朝 接罗生门的刺客 他们 在罗生门 都有着赫赫凶名 水火判官 这俩名号 世人或许不知 但罗生门的杀手 督门清 水火判官可不是一般的刺客 他们经手的任务 从无尸首 葬在他们手中的人 不计其数 相传 他们还曾绝杀过一尊天武镜 至于真假 无人知晓 罗生门主派他们来 可见对姬痕的看重 也或者 是个大王朝太大魄力 要知道 一般人是请不起水火判官的 鬼晓得他们花了多少钱 怎会消失 水判官眉宇微皱 身侧的火判官 也寻不出端倪 大火 人一个 说没就没了 事实上 他俩并非落网之余 与先前的众杀手 根本就不是一伙的 只因来东南边关的路上 耽搁了些许 这才姗姗来迟 恰巧 今夜路过这片天地 也恰巧听闻了轰隆 这才进来一关 好巧不巧 撞上了击痕 好多准天境的气息 火判官侧眸 看向了那片废墟 一大片的碎石 每一块碎石上 都染着鲜血 该是死了不少人 人虽葬灭了 却有气息残留 无一例外 皆是准天境 看狼藉的形态 该是报复诈的 也便是说 先前有一票准天境 被报复坑杀 若他所料不假 定是姬痕的手笔 被坑杀者 定是各国的强者 这就狠掉了 一个地藏境 竟坑灭了这么多准天境 天宗的圣子 果然是一个逆天的妖孽 也难怪各大王朝这般忌惮 不惜耗费巨大财力 请他们刺杀 如此人才 值得他们出手 摆着音乐王的灵位 这是音乐王种 水判官一语沉吟 该是不假 火判官淡道 能见碎石上模糊的花纹 属音乐王朝 正因看出了 他才诧异 曾经霸天绝地的音乐王 竟是葬在了这鸟不拉屎的山林 若非亲眼得见 如何感性 定藏有宝物 水判官说着 便挪开了脚步 音乐王虽为王国之君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天武镜 在那个年代 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他的古墓若无宝贝 鬼都不幸的 即便有 多半也被击痕拿走了 火判官口上说着 也在找寻 真是两个上镜的杀手 人没逮住 竟干起了寻宝的行当 或许有残留 水判官道 话落 他就人手分离了 被人一箭卸下了头颅 滚落下去的头颅 还能望见自个毅力的躯体 他眸中是震惊 他是罗胜门的水判官啊 最擅长刺杀 竟被人一箭秒了 出手的 正是赵云 一个逆向召唤顿走 又杀回了古墓 投魔潜入 寻了最佳位置 施了顺身绝杀 既是漏网之鱼 岂有不灭的道理 有这俩杀手盯着 睡觉都不安稳的 若幽兰在此 定会震惊 罗生门的水判官 竟是这般被灭的 若罗生门主听闻 不知该有多惆怅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78章 今日愁今日了 作者 六界三道 谁 火判官骤然大赫 剑水判官人头落地 心神一颤 这么个好队友 妥妥的准天境啊 且还是巅峰准天境 说秒就秒了 以前辈的眼界 难道看不出 这是顺身绝杀 赵云定身 先前如一道鬼魅 此刻 才显露真行与尊荣 击痕 火判官见之 进一步后退 满目难以置信 这货 真是神出鬼没 先前一瞬消失 竟又回来了 他们竟毫无察觉 天宗圣子 何止是个妖孽 还不是一般的诡异啊 难怪这么多杀手 都弄不死他 八国请你二人 花了多少钱 赵云提戒儿力 笑看火判官 老实说 他真的很好奇这个问题 改名 他也请几个杀手 让八大王朝都常常记性 就是不知 以他的财力 能请几个如火判官 这样的刺客 准天巅峰 价格该是不低 争 回应赵云的 则是火判官绝灭一剑 赵云一声冷笑 自不会站着被打 顿走避过 翻手一道诸仙诀 火判官看都未看 一剑披灭 随手一掌推出 成一片火海 赵云避之不及 被当场淹没 方才冒头 便被海中一头火龙给吞了 开 赵云一鹤铿锵 破开了火龙 也撕开了火海 腾雨而出 凤 火判官早有准备 单手掐绝 掩出了一口大钟 将赵云罩住 赵云不耸 外有分身 再极具力量 一瞬加持给他 强开护体天罡 而且 还是超大号的天罡 一瞬撑爆了大钟 连带火判官 也一并阵翻出去 谋中多金色 不是没见过天罡 这么大个的天罡 还是头回剑 一个地藏二重 哪来这般强大的力量 刺杀是一绝 但前辈的力量 这 实不敢攻卫 赵云弹道 如影随形 出手便是万剑归一 剑威与剑翼 锁定了火判官 也便是说 这一剑必命重 好强的一剑 火判官亥然 一步定身 也是一步飞身后盾 期间单手掐绝 在身前 聚出了一面面盾牌 还有护体真元 也极尽加持 必不过这一剑 只能硬抗了 咔嚓 咔嚓 盾牌碎裂声 颇为清脆 对上力量加持的万剑归一 所谓的盾牌 的确不怎么好使 皆脆弱如白纸 被赵云一剑洞穿 连带火判官的护体真元 也一并刺破 破 火判官叠血 一剑挨得板板整整 他该感谢那些盾牌和护体真元 替他削弱了剑威 不然 这一剑就足够灭了他 杀手擅长刺杀 擅长一剑绝灭的偷袭 但若正面对战 他就差点溢死了 滚 火判官爆喝 一拳轰翻了赵云 赵云自不吃亏 挨一拳的瞬间 还了火判官一掌 他日 必斩你 火判官怂了 转身便顿 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愁今日了 赵云弹道 其后 便是一个暴字 随他话落 便是一声轰鸣 顿走不过几张的火判官 被炸得血肉模糊 自是暴服 赵云先前打了火判官一掌 虽是不痛不痒 却在火判官身上 贴了几道暴服 无视防暴的那种 火判官被炸得一脸猛逼 都不知击痕 啥是在他身上贴的暴服 还有 他身上是贴有防暴符咒的 咋还能乍响呢 他擅长绝杀 肉身抵韵不够 不怎么抗炸 这一击 足够他难受 胸膛血肉一片 仔细您看 还能见森然白骨 结束了 赵云见缝插针 不等火判官反应 又一道万箭归一 火判官咬牙 拖着血灵身躯 强行后盾 奈何 他多看了赵云一眼 就是这一眼 他中了赵云天眼幻术 后盾的步伐 停滞了一瞬 此一瞬 赵云的剑到了 不 不不 原来 刀尖舔血的杀手 也怕死 如火判官 双目已凸显 瞳孔也紧缩 满眸恐惧 这一剑 他避不过 这一剑 他也挡不下 赵云一剑催枯拉朽 洞穿了对方头颅 绝杀的不能再绝杀 破 火判官轰然倒地 他死得比水判官更郁闷 堂堂准天巅峰 竟被地藏惊灭了 是他小看了赵云 天宗圣子的斗战心境 高到让他骇然 惆怅 罗生门主定会很惆怅 一战舌了两员大将 前辈 又给你拉了俩陪葬的 赵云收剑 已开始打扫战场 理念依旧不变 能拿走的绝不客气 要不咋说是准天境 水火判官的宝物 的确很养眼 兵器是好兵器 随身携带的银票 药丸 丹药 符咒 字也不少 都归他了 看吧 还是打劫来钱快 这不怪他 是这俩杀手先找他麻烦的 先前 若非外界有逆向召唤阵 他必死无疑 毁尸灭忌后 他才转身离去 边关还在大战 他得去帮忙 刚出音乐 王种 便闻赵云一声轻疑 仰天去看 竟有一颗星辰坠落 在昏暗天上 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朝远方坠落而去 不等赵云反应 便闻小麒麟私叫 这小家伙 格外兴奋 搁那来回的蹦 看天的眸 璀璨生辉 宝贝 赵云挑了眉 小麒麟口不能言 一边叫一边点头 走 赵云未多想 直奔那方 小麒麟跟随 又入了他丹海 撑住 出山林时 赵云增回眸望看边关 似能隔着夜色 望见风火狼烟 染满了血光 大战该是很惨烈 从这 都好似 能听闻喊杀声 看过 他才收眸 速度加快 仰眸望看天穷 死盯着那颗坠落的星辰 能让小麒麟都这般激动 定是大宝贝 搞不好 还能助小麒麟恢复力量 如此 便能助他开麒麟化 开着麒麟化上战场 定能杀敌无数 若是再来一场雷电 就更完美了 他顺便看了天象 可惜 今夜没雨 他没有雷电可见 神仙大战 凡界遭殃啊 月神瞥了一眼 能见坠落的星辰 那可不是星辰 而是一块金石 一块不规则的金石 通体燃烧烈焰 该是仙家之物 真能助小麒麟恢复力量 到哪都有造化 月神收谋 与两祝福联手 合力对抗诅咒 赵云要撞机缘了 那他们 得玩命的上了 可不能让他遭恶难 后面还有章节 要晚一点 求一下银票和金票 拜谢各位到门先有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六百七十九章 快 作者 六界三道 碰 伴着一声轰隆 星辰坠落 砸入了一片山林 许事太沉重 砸得大地一阵洞颤 四周的小山头 都被震得崩塌 山中的古树 也被燃灭成灰 赵云追到了 却未现身 只因 狼藉一片的山林中 有人 而且 还不少 他趴在了小山头上 以草木遮掩 拿着望远镜望看 能见人影乌央一片 已围住了那颗坠落的星辰 准确说 是一块形态不规则的紫色金石 约莫估计 得有西瓜那么大 失足的人 照云难语 双目微眯 对失足人很敏感 一眼便能认出 约莫估计数量 聚在此的失足人 得有五六千之多 看气运 最弱的都是地藏一重 还有三尊准天镜 一个黑衣老者 一个光头满汉 一个满袍中年 这么大的阵仗 可不是游山玩水的 在他看来 要么是跑这窝坟的 要么是去超赤燕军的后路 他看了四周地势和风水 应该没有古墓 如此 那便是第二种可能 五六千的失足人 每一人都能召唤两尊师傀 这般算下来 便是一万多人 从后方偷袭赤燕军 大下兵将必损失惨重 给搞掉他们 赵云星道 他在暗 对方在明 若偷袭 他是战先机的 得在第一时间 给其严重打击 这么多人扎端 用群弓大树最好使 而且 还得是杀伤力巨大的群弓大树 他想到了天雷阵 有分身加持力量 天雷阵威力 可用到极强 但 这远远不够 既是要打 那得用最强的天雷阵 得一击杀灭一大片 想到这 他内设丹田 看的是小麒麟 能借我多少力量 小麒麟思教 蹦跶了一下 赵云与之心意相通 看得出寓意 小家伙能助他 开几瞬间的麒麟画 但若施展秘术的话 一瞬便会抽走所有力量 够了 赵云说道 已做好功法准备 看废墟一片的山林 乌泱泱的师族人 还围着那块紫色金石 上下看了又看 是要从后方 去偷袭赤燕君来者 但刚踏入这片山林 便见有东西砸下来 小小一块金石极其沉重 颇多山头被震塌 茂密的丛林 都被燃灭成灰 既是天上来了 定是宝贝 归我了 黑衣老者淡道 妥妥的准天镜 且是三尊准天镜中 最强的一个 也最是自觉 探手抓向紫色金石 天外奇物 一人就想独吞 光头满汉冷笑 提气震开了黑衣老者的手 都是准天镜 战力差不多少 你咋那么牛逼嘞 老夫的东西 你也敢抢 黑衣老者冷翅 真元大震 怎么 吓我 光头满汉不耸 也是气血汹涌 两大准天气势对抗 周策地藏镜 皆被震退 修为太低 怕是没资格抢宝贝 莫说吃肉 连汤都喝不上 这点觉悟 他们还是有的 嗯 光头满汉闷哼 气势的比拼 他落了下风 剑者有份 一人独吞不好吧 一直未言语的满袍中年 抬脚上前 与光头满汉并肩力 连妹对抗黑衣老者 天降的奇物 他也喜欢得很呢 想要瓜分宝贝 可不就得刚一下吗 不连手的话 还真压不住对方 别说 他俩合力 真就逼退了黑衣老者 你也想与吴作对 黑衣老者 冷视满袍中年 谋中寒芒四射 就想奋一杯羹 仅此而已 满袍中年优孝 气势不减 身侧的光头满汉 野贼来劲 气血翻腾 这宝贝 他分定了 哄 轰隆隆 三大准天境较量 激荡出雷暴 周围的地藏境 都下意识后退 看吧 平日组队挖坟 称兄道弟 见了宝贝 都撕破脸皮了 哄 气氛压抑之时 突闻一声轰鸣 闻之 狮族人 集体仰谋 入目 便见一个虚幻的巨人 从天而降 大如山月 还未等落地 便觉巍峨之事 总觉是一座山砸了下来 撵得大地都崩裂开来 修为底蕴较弱的狮族人 双腿 都弯曲了 撑不住强大的威压 虚幻的巨人 自视赵云了 准确说 是麒麟化的赵云 用了人的形态 手中还握着一把光剑 乃龙渊的延伸 他早已计算好了 从天落下 一剑插入大地 那是 什么 狮族人张了张嘴 鸡痕 三尊狮族准天竟接眼认出 这是麒麟化 人形麒麟化 鸡痕竟然在这 方才 他们只顾强宝贝 俨然忽略了感知 碰 短暂的一瞬 赵云轰然落地 当场 便有不少师族人 被踩成血泥 至于剩下的 则被震翻一大片 连师族三尊准天竟 都被震得一步没站稳 天雷震 赵 云一声冷斥 一剑插入大地 顿得 大地又裂开 成片雷刃自地底 披斩而出 每一道都威力无匹 有麒麟力量加持 天雷阵不止范围大 连杀伤力也恐怖 扑 扑 扑 被震翻还未落地的 失足人 不知多少被雷刃 劈成碎肉烂骨 连准天竟都遭了重创 更遑论他们 赵云这一击 的确有够霸道 天雷阵吗 在人扎堆地方施展 醉势扬眼 麒麟化状态的群攻大招 一击杀灭了两三千 狼藉一片的山林 炖得血泊一片 也因这一击 麒麟化消散 天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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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爆赫 没了麒麟化 一样能用天雷阵 有分身力量加持 威力虽比不上麒麟化的天雷阵 但也足够霸道 又烧走了一大片 这奇袭 打得漂亮 这都归功于那块紫色金石 若非他吸引师族注意力 他也杀不出这等阵容 破 三尊准天反应不慢 一掌拍向大地 强迫天雷阵 也是同一瞬 三人齐齐单手掐绝 每人身前都有两口石棺 拔地而出 师族与人干掌 这是常规操作 师傀就是用来打架的 烦你陈关朔 赵云一掐绝 拔地而出的六口石棺 有三座又沉入地底 撒准天静看得一脸猛逼 这也行 风雷绝 万箭归一 赵云不废话 出了巅峰一箭 血光乍现 莽袍中年的头颅 被他一箭冻穿 破 莽袍中年轰然倒地 死得贼郁闷 撒准天静 为妈先打我 他倒了 他所召唤的两尊师傀 也随之倒了 快 要的就是一个快 赵云这个赵面 明明是灭了一尊准天静 实则是灭了三尊 莽袍中年生死 他的俩师傀也废了 为妈先打这祸 原因便在此 持我一刀 光头莽翰爆赫 一击 批出十杖刀芒 讲真 赵云第一眼瞧见这祸时 总绝不是师族人 师族之气 都阴寒死寂 这位吗 明显是一个力量型的武修 气息炙热且狂暴 与师族面相格格不入 在他看来 应该是半刀入的师族 扫 赵云一步避过 可不敢硬汉石杖刀芒 他才避过 黑衣老者的尸馈便攻杀过来 一掌将他抡翻 迎明锁 练 黑衣老者宁笑 失了诡诀之法 随他话落 一黑一白两条符纹链条 自地底窜出 锁了赵云双手 链条能力很诡异 不只能封印 竟还有一种可怕的稀释之力 死吧 光头莽翰满目暴虐 第二刀劈下 比第一刀更霸绝 赵云无视 只看黑衣老者 而且 还给人送了一个灿烂的笑 这个笑 落在黑衣老者眼中 就格外圣人了 一天换地 赵云心中一刺 与黑衣老者置换了位置 因缘的密法吗 要的就是一个借力打力 他顺身消失 黑衣老者则是顺身显化 但 光头莽翰的一刀 可不会因他们兑换位置而停下 即便望见了 他也来不及收刀了 不 望着石杖刀芒 黑衣老者豪的歇斯底里 然 没啥掉用 被刀芒生生 劈成了两半 死的不能再死 也是郁闷的 不能再郁闷 同样郁闷的 还有光头满汗 这 是他平生最霸道的一击 不曾想 打得竟是自家队友 不得不说 他这一击的确够掉 真就一刀劈死了黑衣老者 哄 黑衣老者葬灭 他的尸魁也轰然倒下 三尊准天静 三尊准天尸魁已灭了五个 如今只剩一个光头满汉 除他还有不少失足的强者 未被天雷阵劈死 此刻都如一个个罪汉 搁那摇摇晃晃呢 见了这血腥的一幕 都满目的震惊 这才三五个瞬间 两尊准天静就被灭了 快 赵公子要的就是一个快 搞偷袭嘛 打得就是个措手不及 前辈 一路好走 赵云出剑 又是万剑归一 分身力量极尽加持 刚把队友劈死的光头满汉 骤然色变 盲荒转身 横刀在前 咔嚓 破 赵云一剑无匹 硬生生地冻穿了光头满汉的大刀 连带满汉胸膛 也一并冻穿了 可怕的剑威和剑翼 侵入其体魄 肆意作乱 啊 满汉丝毫 狂暴力量汹涌 赵云一个猝不及防 被一击阵翻出去 嗡 盗飞中 他一瞬收容冤 一瞬取霸王公 弯弓搭剑 雷霆一剑霸道 更有玄黄之气 和太阴真气加持 又造出了一种无匹的剑威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680章 大元天节 作者 六界三道 破 光头满汉叠血 眉心被一剑射穿 他死的 也足够惆怅 死不瞑目 如赵云所猜测 他刚开始 的确不是尸族人 是半道财入的火 看中的便是尸族的底蕴 有一尊天舞镜的尸族罩着 谁敢找他麻烦 到头来 麻烦是没有 把命丢着了 尸族也没能护住他 拿走 赵云爆赫 又弯弓搭剑 三尊准天竟死了 但尸族的强者还有不少 神色惊恐 仓皇逃窜 赵云自不放过他们 准头颇好 挨个的点名 一箭赦灭一个 惨叫声 不知何时湮灭 这股尸族人 全军覆没 大元若得知 多半会骂娘 找尸族做盟友 貌似就是个错误 上回边关告急时 被一片强奴打成灰 这次 又贪娘的掉链子了 还等着他们打配合 却是还未到战场 就被杀了个金光 该是八字不合 月神开口 说了句实话 所谓八字不合 是指大元 也是指赵云 大元与师族联盟 没好事 师族撞上赵云 也准没好事 他家圣子 还在千秋城挂着呢 还是这来钱快 赵云呵呵笑 打扫战场 捡宝贝 待毁尸灭忌后 他才搬出了紫色金石 重 这金石 不是一般的重 约某估计 得有上万金 不动真元 还真拿不起来 仙家之物 赵云放在地上 看了又看 金石通体流光一彩 有一丝仙力徜徉 必是仙家之物 他不明白 好端端的 天上咋会落金石呢 难不成 是从仙界掉下来的 小麒麟嘶叫 又跳出丹海 他是真的不客气 张口就咬 咬得金石咔嚓响 看得赵云吞口水 真不愧是麒麟胜瘦 牙口就是好 换作是他 可不敢这么吃 小麒麟何止牙口好 胃口也好 西瓜大小的金石 一会儿便被吃光 他其后的变化 让赵云眼亮 金石入体 化成了一股奇异的先例 又为小麒麟开掘潜力 将麒麟化耗损的力量 都补充了回来 除此 便是小麒麟的个头 又长大一圈 浑身上下都烈焰燃烧 更有异象四隐若现 特别是那双眸 如两颗星辰 璀璨生辉 真是造化 赵云一笑 摸了摸麒麟小脑袋 又长大了一圈 再动麒麟化的话 力量必定更强 小家伙欢快 又窜入丹海 紫色金石的力量 还未完全消化 得好好酝酿一番 走 赵云未停留 直奔边关 今夜一行 真没有白出来 坑杀了三百多尊准天境 灭了俩杀手 撞上了失足人 又是一通大杀四方 完了还复苏了麒麟力量 所以说 没事还得多出来走走 保不齐 走着走着 就撞上机缘了 四个偷着乐吧 月神一脸疲惫 为了挡诅 真拼了老命了 还有神之祝福 和九世祝福 也都光滑暗淡了 他们的努力 并未白费 硬生生地顶住了诅咒的功法 不然 赵云这回撞造化 绝对有恶难 丢寿命 是小 来一场死劫就扯淡了 看不见的战争 打得才是最激烈 他们仨 都功不可没 杀 战 边关方向 喊杀声震天 这一战 足足打了一夜 至天色黎明 都还站得热火朝天 退 不知何时 才见大元明经收兵 赤燕军的战斗力 果然不是盖的 打了一夜 也没拿下东南边关 最主要的是 不断有人持援大侠 其中 就不乏准天境高手 如此 没 有五六倍的兵力 别想拿下边关 速速修整 城墙上 大鹤声此起彼伏 大下的兵将们 多就地盘膝 猛吞灵液和药丸 竭力恢复伤势 人呢 赤燕军的强者 则满城墙跑 大元暂时被打退 他们却无喜色 只因击痕不见了 这 可不是个好消息 找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女帅下了死命令 脸色煞白无比 有那么而一种 不祥的预感 已吸满他心境 姬痕怕是已被刺杀了 没有麒麟化 他只是一个地藏镜 如何挡得住 准天境的功法 姬痕 圣子 如这等呼唤 想满城墙 赤燕军的强者 将整个军营 都翻了个底儿掉 还是未找着 死了 姬痕死了 城外的大元军 军队则笑得畅快 赤燕军中 有他们的内探 俨然已将消息传出 那么多人找击痕 多半是被灭了 没了击痕 那还怕啥 下回 一举攻破边关 该死 女帅的脸预 已不见血色 日房夜房 到了还是出了变故 哼 墨的一声轰鸣 响彻天穹 但凡文职者 皆集体仰谋 入墓 便见天穹乌云翻滚 电闪雷鸣 要下雨了 大下将士南南道 神色正正 不是雨 是天节 老被双目微眯 死盯着城外那片天 有人开了天节 不是大下的 而是大元王朝的人 而且正朝这而来 把天节也一并引来了 女帅盲慌收思绪 拿了望远镜 目所能及之地 只见一个子役 青年踏天而来 原因 同样在望看的 还有赤燕军强者 见了子役青年 众人皆也认出 谁是元英 有人问道 大元二皇子 不少老辈回应 脸色极为难看 真小看了元英 年纪轻轻 便进阶了准天 看其架势 要拉他们一块度天节啊 他们猜得不假 这 也是大元皇帝的意思 先前 一场雷电 他大元王朝 损失了五十多万人 如今 大元也要用同样的方法 劈死大下赤燕军 看城外敌军 已然排兵不振 都笑得张狂 特别是大元新任统帅 笑得 最是戏虐玩味 要么遭雷劈 要么便弃城而逃 你们选 弩车瞄准 给武打下来 城墙上 有赤燕军老将 摇指天穷 没用的 女帅淡淡道 元英不傻 该是用了飞行服 他站得太高了 以超弩车射程 想要杀他 得人上去才行 但看天结的威势 显然不是一般的天结 即便也有人杀上去 哪怕是准天静 也静不得元英的身 只因 元英是杜结者 以他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 谁入谁遭雷劈 怕是不等机杀他 便会被天结雷电劈成灰 若我死 全军撤退 女帅清纯微起 以首提杀剑 他要逆天而上 去击杀杜结者元英 虽只希望渺茫 但总要试一试 绝不能让元英过来 楚帅 让老夫去 这是命令 女帅说着 便要冲天上 都别动 让我来 正在此时 一声大喝传遍苍穹 赵公子来了 达老远便瞧见了天结 比见了媳妇还轻 头晕眼花 撑不住了 第四章 今天没了 本章完